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的當歸豬腳鴨肉東粉 剛問過老闆他們是沒有變名的 然後上次有上過永和人的介紹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感覺就是老老的老~~老的應該歷史超級悠久了 好 OK 大概是在永和區國中路15號的旁邊 對阿 你要叫我得坐我也不來 好 那家目標感覺就是蠻平實的價錢 你可以看到那個蝦仁蛋炒飯才70塊 對 燙啦 便宜到要死掉 阿不 那個很便宜 老闆你 再坐沒啦 多久就不坐 阿要多 可能沒有很久啦齁 阿 再過一陣子就要退休了齁 對 阿這樣子喔 老會啦 阿好 阿那想要請問一下那個 大腸一份是多少 阿 乳大腸一份是多少 乳大腸喔 看大 大部分都是100塊 喔100塊喔 大腸頭都是200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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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這邊賣最好的應該是 當歸羊肉啦 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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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飯最 炒飯最 那我要那個夏人蛋炒飯 好 然後 阿 阿 還是 當歸豬腳 就好了 你要吃阿 阿 我要吃耶 現在就要吃耶 當晚餐 阿營業時間是 8點就 就不坐 阿 阿幾點開始阿 差不多到 11點 11點阿 10點 喔 薯點阿 吼 炒飯最好 那一定要嘗嘗看 阿 喔喔喔 蝦子 蠻大隻的耶 我們做 蝦子剝的 喔喔 阿 這樣 阿 這樣已經賣很多年了 四十幾年了 四十幾年了 比我還老 我們 都不漲價了 不漲價 馬上收了 馬上收 哈哈哈哈 那 一個便15塊 30塊 還加一個蛋 已經三十年沒有長出來 這樣喔 喔 辛苦 二十年沒有長這樣 阿 這你要做什麼 我們也是 聖一太好 沒有辦法做 喔 聖一太好沒有辦法做 這樣 好 這樣 天心中 都會做 喔 這樣 香辣的糧米長生 沒有在做 喔 這樣 客人一直叫 你再做 這不是羊肉比較沒有骨頭啊 羊肉 差不多啦 先 骨頭跟骨頭 一起 喔 如果很多人要來拍 我都不給他拍 阿這樣喔 我怕生意太好 我一個人做 這樣做不來啦 這樣做不來啦 不是啦 要推銷 這樣 好 幸虧我是沒有什麼知名度 所以沒關係啦 我們是一天瘦 一天便宜 夠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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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老實說 中午炒萬 炒太多 沒有辦法 我說 沒有了 萬沒兩個 哈哈哈哈 做不出來 我們好像在做完 你還有什麼菜 還是當歸羊肉好了啦 應該比較有名是羊肉 喔喔喔喔喔 炒得鬆鬆的喔 喔喔喔喔喔 看起來感覺就很好吃 你不加辣嗎 欸小辣好了 蛤 要趕出啦 啊趕出趕出 趕出 還要等一下 先切 好老老的老老的店喔 吃起來就會很有感覺 古早味啊 太老了啦 已經做四十幾年了 這樣 這樣才四十歲嘛 四十年就是四十歲了 四十六 四十六啊 那就四十六歲了 哈哈哈哈 三十四年級了 喔喔好謝謝 來 喔朋友啊 彈到了喔 這蝦人這麼大隻啊 賺到了 這樣子才賣七十塊 很活心耶 我們家外面就是八十五 二十 欸 喔喔喔喔 你看 炒飯炒這麼鬆啊 香噴噴噴噴噴噴 喔 我這蝦子很新鮮喔 跟一般的不一樣 不是那種 不是超市那種 那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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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香也 香到剛剛好 嗯 辣度剛剛好 讚 然後炒飯炒得也很鬆 好吃 好吃嗎 嗯 好吃 好吃 喔這感覺是這個 看起來老闆炒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炒飯就炒得很好吃 好吃 好吃 都有炒鬆耶 就是有酥不酥的一種老滋味喔 然後這個飯粒多的炒鬆 欸 尤其這個蝦子喔 蝦子吃起來很甘甜 真的很讚 朋友啊 這種老老店老老店喔 吃起來才是這個最有滋味 嗯嗯嗯 嗯 好吃 好他蝦人這麼大喔 所以我決定就給他滿份 而且這個價錢很佛心 好吃喔 好各位趕快就可以來嘗嘗看 有蠻多店都是要退休要退休的 再不來吃就吃不到 或者是你小時候曾經有吃過 嗯嗯嗯嗯 蝦子還蠻多的喔 真正的蝦仁炒飯 蝦子很多 讚 羞腾腾羞腾 讚 朋友啊一定要來吃吃看喔 嗯好吃 喔他這個炒飯還很有那個蝦子的味道在裡面 這蝦子鮮味有炒在飯裡 所以還蠻好吃的喔 嗯 便宜又美味的店家 但是看起來就是老老的老老的 好老闆剛剛講說 這位客人就是從小吃到大 從小孩子吃到老 好那這是這裡的當歸羊肉湯 滿滿的肉 也滿便宜的 價錢上不到 一百塊啦 差不多 然後也附這個豆瓣醬 好現在就吃吃看喔 感覺好像還蠻補身的感覺 嗯 湯頭口味不錯 好再來是這個我最怕的羊肉 好處理的不錯沒有什麼腥味 嗯 好燉煮的很入味 藥材味道都燉進去 他羊肉的味道就只有一點點 好當然有可能這個是進口羊肉 現在羊肉台灣剩不多啦 大部分都是用進口的 但是他口味處理也是不錯 喔這一塊這個羊肉味道就比較重 好這個愛吃羊肉湯的朋友 有一位吧 有一位女粉很愛吃羊肉 那你就可以三口看看 才一百塊這樣肉很多 應該要加點辣 好加點豆瓣醬就可以稍微壓一下那個味道 好但是總之是好吃的 嗯不錯 好即將消失的老店 就跟那個蒜辣湯水餃一樣 可能再沒多久就會消失了 好好吃 好吃 肥肢肥肥肥肢啊 然後蘸一點豆瓣醬 會比較好一點 哈哈哈哈 嗯嗯嗯 好很讚喔 肉也蠻多的 然後湯頭的藥材的味道也不錯 好個人覺得很推薦啦 但是因為本人稍微怕羊肉的味道 好那我覺得是90分 就等愛吃羊肉朋友自己來評鑑看看 那是不錯啦 肉很多 然後湯頭味道也不錯 好我就慢慢喝了 差不多就這樣 好現在就是這個 香腸炒飯 老闆退休應該不會那麼快啦 啊 你相信你啊 應該還有一年嘛 不知道 我知道 哈哈哈 老了啦 好這樣 好 那什麼時候退休都不曉得啦 好 那就等各位來品嘗看看 那我這樣總共這才是170而已 也算很便宜 好他們招牌就這樣 當歸豬 豬腳 鴨肉 冬粉 糯米腸 老闆講說太累了 不做糯米腸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竹林路上的 緬甸奶茶 共緬之 這是這家飲料店正面的樣子 就在竹林路上 好OK 好那這邊是他的MENU 然後緬甸奶茶 印度冰跟檸檬綠蘇打 然後這個來來往往人很多 要注意一下 好總共就是賣這幾種 緬甸奶茶 印度冰跟檸檬綠蘇打 老闆你好 你好 好那想要請問一下 那個緬甸奶茶 跟一般奶茶有什麼不一樣嗎 緬甸奶茶的話 它比較像香港的絲襪奶茶 喔 對因為它是用非常苦的茶 然後帶一點色的感覺 然後再配很濃的奶這樣子 類似那種手錶茶嗎 跟泰式其實差很多 差很多 對它就是很像香港那種 因為香港跟緬甸都被那個 英國 英國殖民過 欸是 所以它最後 就是他們最後做出來的茶就是很濃 對 那方便問說他們那個茶是什麼茶葉嗎 那就是緬甸的茶葉 就是緬甸茶葉 對就是緬甸的茶葉 喔好 那我今天我就先點那個緬甸奶茶 緬甸奶茶 OK 它糖度可以調整嗎 我最不甜啊 還是有少糖 OK 還是就是比西方還要再多一點 對因為假如在西方或者再少一點的話 就沒有緬甸奶茶 OK 好 那我就先緬甸奶茶 謝謝 好 那店內的裝飾就是有這種很傳統的圖案 好 那這邊就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緬甸奶茶的說明 好平常店裡是有放音樂的 那我就請老闆先把音樂關起來 不然影片的音樂又不過關 本來在市面上是比較少看到緬甸奶茶的 還是有這種手拉茶的情緒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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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叫印度賓的話是不是印度也這樣子 應該是說因為緬甸有八道主群 然後有一組是印度人 然後這是印度人傳進來 然後緬甸人再去做看 這樣子 了解 阿對了 還沒有問到老闆您的營業時間 我是中午12點到晚上9點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人固定 所以假如就是茶賣完了 那我可能會提早打賣 然後我都會在萬年公告這樣 有公修嗎 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四 好OK 那目前這個緬甸奶茶的飲料店 有看到只有這一家 阿永和的話是這邊而已 對 然後再加入這個香草冰淇淋 喝的時候一定要用吸管 謝謝 然後這個跟你說一下 喝的時候一定要用吸管 把整杯都攪拌變紅了 然後再喝 OK 直接喝的話會喝到下面粉紅色的玫瑰乳 就會太甜了 OK 對那他要用敷的吸管 恩 好謝謝 謝謝 好比喻啊 這杯看起來蠻漂亮的 哇 印度冰耶 沒有看過 那頂化買 然後說要把它攪拌一下 好 攪拌跳過 好 好現在整個就少女性噴發了 現在變得很美 整個變成粉紅色的世界 粉紅色粉紅色 先不要淋化買 恩 其實喝起來有一點像磨磨糟糟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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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有他特殊的味道 喝起來感覺也有一點像 也有一點像奶昔的感覺 對因為那個香草冰淇淋 香草冰淇淋 Yeah 蠻特別的 然後相信這個是女生會喜歡的飲料 然後材料很豐富 確實不一樣 雖然說有點像磨磨渣渣 但是他 主成分是有點不一樣 嗯 嗯 好相當有特色 好那奶茶跟印度冰我都覺得很好吃 那我覺得這也是90分 這有點比較像甜點 而奶茶的話是飲料 好個人覺得相當有特色 好他還有這個羅望子汁 也許我下次再喝喝看 好老闆很和氣 而且是個小帥哥 所以就等各位來品嘗看看 那各位來就祝你喝得開心 拜拜